23年前,有个年轻的女子流落到我们村 蓬头垢眠 见人就笑 且毫不避讳地当众笑别 因此村里的媳妇们常对着那个女子吐口水 有的媳妇还踹上一脚 叫她滚圆点 可她就是不走 依然傻傻笑着在村里转悠 那时我父亲已经有35岁 她曾经在石料厂子干活 被机器搅断了着手 又因家穷 一直没有去西湖 奶奶见男女子还有几分姿势 就懂了心思 决定收下她给我父亲做媳妇 等她给我家续上香火后 再把她撵走 父亲虽然老大不情愿 但看着家里这番光景 咬咬牙还是答应了 结果 父亲一分为话 就当上了新郎 娘生下我的时候 奶奶抱着我 憋着没剩几颗牙的嘴 欣喜地说 这父母婆娘 还给我生了个带伴儿的孙子 只是我一生下来 奶奶就把我抱走了 而且 从不让娘接近 娘一直想抱抱我 多次在奶奶面前吃力地喊 给我 奶奶没理她 我那么小 肉肚肚的 万一娘势手把我掉在地上 毕竟 娘是个疯子 每当娘有抱我的请求时 奶奶总睁起眼睛训她 你别想抱孩子 我不会给你的 要是我发现你偷抱了她 我就打死你 即使不打 我也要把你撵走 奶奶说这话时 没有半点含糊的意思 娘听懂了 满脸的惶苦 每次只是远远地看着我 尽管娘的奶 上得很厉害 可我没能吃到娘的半口奶 是奶奶一勺一勺把我喂打的 奶奶说 娘的奶水里有神经病 要是传染给我就麻烦了 那时 我家依然在贫困的泥潭里挣扎 特别是偏了娘和我后 家里常常揭不开锅 奶奶奶决定 奶奶决定把娘撵走 因为娘不但在家里吃咸饭 时不时还惹失生分 一天 奶奶煮了一大锅饭 亲手给娘添了一大碗 说 媳妇儿 这个家太穷了 婆婆对不起你 你吃完这碗饭 就去找个富调的人家过日子 以后不准来了 娘刚扒了一大团饭在口里 听了奶奶吓得住颗粒 显得非常吃惊 一团饭就在嘴里明智了 仰望着奶奶怀中的我 口齿不清的哀叫 奶奶蒙的沉下令 拿出威严的家长周风吼道 你这个疯狂娘 降什么降 降下去 也没你的好果子吃 你本来就是到处流浪 我收留你两年了 你还要怎么样 吃完饭就走 听到没有 说完 奶奶从门后拿出一柄橱 像蛇太君的龙头杖似的 往地上重重一颗 通的发出一声响 娘吓了一大跳 窃窃地看着婆婆 又慢慢低下头去 看着面前的饭碗 有泪水落在百花花的米饭上 在逼世下 娘突然有个很奇怪的剧动 她将碗中的饭 分了一大半给拎置空碗 然后可怜巴巴地看着奶奶 奶奶呆了 原来 梁氏向奶奶表示 每餐只吃半碗 只求别赶走她 心仿佛被人狠狠揪了几把 奶奶也是女士 她的强硬态度 也是装出来的 奶奶憋过头 深深地将热泪憋了回去 然后重新板起了你 快吃快吃 吃了快走 在我家 你会饿死的 娘似乎绝望了 免了半碗饭就没吃 亮亮呛呛呛地出了门 却长时间 站在门前不走 奶奶映着心头说 你走 你走 不要回头 天底下富裕的 人家多着呢 娘反而走拢了 一双手伸向婆婆怀疑 奶奶 娘抢抱抱我 奶奶犹豫了一下 还是将抢抱中的我 递个人 娘第一次将我落在怀疑 也开始笑了 笑得风光满 奶奶 却如临大地 两手 在我身下接着 圣叛娘的风筋一上来 将我像垃圾一样扔掉 娘抱我的时间不足三分钟 奶奶便迫不及待地将我躲了过去 然后转身进入观赏门 当我懵懵懂懂的小事时 我才发现除了我 别的小伙伴都有娘 我找父亲要 找奶奶要 他们说 你娘死了 你娘死了